中央设计者鲁钢俊新竹市25日电新竹空军基地今天开放参观 吸引民众涌入营区欣赏战机动静态演出 IDFF16与幻象2000战机陆续升空展性能 虽天空不作美,人不解民众热情 现场惊呼声不断,气氛超嗨 新竹空军基地营区开放活动上午在五家主力战机列队冲场后揭开序幕 今天活动除了各型主力战机的空中性能展示外 地面也有各型飞机静态展示与一对社团表演 现场涌进满满人潮,新竹地区今天的天候不佳 活动现场有间接与世,但不解民众与军事迷热情 冒雨清赏IDFF16与幻象2000战机先后升空 秀出各式翻滚、俯冲、慢速等特技动作 民众不断发出惊呼声,气氛超嗨 曾是幻象2000战机飞行教官 现位屏东空军基地C130H运输机飞行教官的何威克 今天一早就从台北带着全家大小到新竹空军基地参观 他还精心为两位女儿换上迷你版的飞冠装 模样可爱,女儿还开心直呼换上飞冠装 倍感荣耀,多位国立清华大学幼儿教育学系四年级学生 今天特别穿着学士服入营 一起和帅气的飞冠战斗机合照 其中有女学生分享 她们将于明年毕业 这次把握基地开放 进入营区拍照纪念 在毕业前留下美好回忆 新竹空军基地今天特别在室内静太展示区规划替国军祈福 为英雄及气区吸引许多民众写祝福卡片 并挂上墙面 为国军空军加油 也为散落不明的飞行官和子宇祈福 新竹空军基地发布新闻稿说明 此次办理营区开放活动 是民众认识国防 参与国防的最佳图景也是建构国人全民国防观念的基础 此外判透过营区开放 增进营区与周边社区的军民互动 让军眷争属与部队的关系更密切 106万1125